《绝对的权威》 大家好,欢迎收听神中课《经历基督的真实》 今天是5月2日 题目是《绝对的权威》 全新节是记着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节》 《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于教训、读摘、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内文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件事 是神学家千年以来一直试图理解的傲秘 不过每个时代的学者都得到同样的结论 耶稣确实是血肉之躯 关于这点,约翰福音讲得再清楚不过 在约翰福音1章14节说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因此道成肉身肯定是真的 这部分没问题 教令人废解的是道成肉身这件事是如何发生 耶稣如何同时既是完全的神 又是完全的人类呢? 的确,关于道成肉身这个题目 确实有很多我们可以好好探究的地方 在探索的过程里 也不时会见到上帝的荣光 但这件事到底如何发生 宗教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 事实上,过去有些人在苦尸这个问题时 会不小心误入了祈祷 得出耶稣没有神性或者没有人性的结论 要小心 怀爱伦师母有一次提醒过一位正在研究这个主题的牧师 探讨耶稣基督的人性时要极端的小心 他强调,因为耶稣道成肉身这件事 向来也永远是一个迷 圣经与耶稣本身有共通之处 除了耶稣基督本身与圣经章节都被称为道之外 两者都兼具神性和人性 圣经是上帝的道 借由人类作者的不成为文字 他是上帝的心意 而他的能力是无边的 但却是用人类有限的言语来表达 过去两百年来 学者一直想历清这个有限和无限究竟代表什么意义 有些人最后彻底走篇了 否认圣经的神圣权威 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里 保罗告诉我们 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他是上帝的话 借由人类作者来传达 耶稣当然就是道 只是以肉身呈现 不论是透过圣经或耶稣 上帝都是遷就我们的程度 向我们揭示他自己 因为我们无法达到他的等级 因此看待道成肉身的议题时 我们在探讨耶稣和道之间的关系时 也应当戒神恐惧 这方面 怀爱伦司母给我们的建议是 耶稣将圣经视作最高权威 因此我们应该都这样做 圣经应该被当作是永恒上帝的话语 信仰的根基 所有疑问的解答 内容分享到这里 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拜拜